我们大家首先要通过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内心 这是第一步骤 然后我们内心才拥有平安 我们坐在这里是平安的 我们从家里来到这教会的这途中 上帝一直在指教我们需要悔改的内容 我们自家人都是什么呢 大家说了是仇敌 那其他的宗教 世上的人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说自家人是仇敌 为什么说自家人是冤家呢 唯独全能者上帝这样正确地指教我们 自家人就是自己的镜子 我们镜子里所看到的 看似是仇敌的模样 而我眼前的仇敌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的模样 我们大家都很了解 马太飞十章三十六节 自家人就是仇敌 夫妻之间成了仇敌 儿女和父母之间成了仇敌 这并不是让我们来互相结仇的意思 是让我们领悟这一切都是我们和我们的祖上自己所种下的 我们韩国人非常敬拜自己的祖先 就是也是受儒教思想的影响了 You go 然后就是谐音是You go 然后往往祖先去世了地下的石碑 石碑上记着某某某的学生 都很爱学习 但是学得再多也没有领悟自家人就是仇敌呀 那祖先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不认识上帝奥秘的时候 祖先仅仅把罪留给了儿女们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只把灾难咒诅留给了儿女 所以好多孩子们出生的时候就生患疾病 因父母遗传下来的 我们在世上都在讲 这是我们自家特有的遗传 这是我们自家特有的风俗和家习 而在这世上没有医治的道路啊 治不了 上帝说不能治就不能治 让我们生让我们死 围堵耶和华在阻宰着我们的生死 三摩尔记上二章六节 其他宗教不敢讲这样的话 唯独上帝主宰我们的生死 使我们生 使我们死 唯独上帝在做其他的宗教 仅是人类所编造的宗教 人都是说谎的呀 而上帝的话语 这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粮食 我们来到主面前 并不是通过某个宗教家 或者是思想家 或者是哲学 我们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 而上帝的允许是能让我们做到的 是全能者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医治我们的病痛 在这世上 大家知道联合国 联合国的 联合国一直 联合国的主题 一直就是画着一个鸽子 然后是和平 追求崇尚的是和平 耶稣来到这世上 路教福音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告诉我们了 唯独蒙喜悦的人 唯独做四季段悔改的人 能得到和平 能得到平安 耶稣来到这世上就给我们带来了平安和和平 这世界越来越追求的是和平 并不是像某个哲学家或者是思想家来追求的是斗争 或者要对抗自己的政府 上帝是希望我们人类平安的幸福的生活 我们可以问一下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宗教好像都在追求 好像都在追 推崇 幸福 但是恶人是不可能有幸福的 成了猪狗是不可能拥有幸福的 这幸福是上帝给我们的 这幸福只是 这幸福是上帝只给一人的礼物 这幸福是上帝赐予我们心里的呀 今天这讲到的主题是平安的生活 信奉耶稣基督的人 上帝都希望我们平安的生活 而信奉耶稣基督的人 上帝的确明我们做什么呢 罗马书三章四节 人所编造的宗教 人都是说谎的 都最终为了出自己的名声 为了出自己名声的人 都是属于恶人 我们不需要自己来出名 上帝抬举我们的时候 上帝高举我们的时候 任何人都无法挡住 我们今天辛苦受累的 今天全来了结掉 今天来拥有幸福和平安吧 我们和我们的儿女 都要得到这平安 我们大家都想做善事 都想做好事 那首先我要好起来 我要善 比如说幼儿园教师 不可能去大学里教学吧 幼儿园教师只能教孩子们 那么我们大家 首先我好了 我的家庭才能好 我的儿女才能好 我才能给身边的人 做好事 做善事 这正是彼得签书 一章二十二节 无论我们今天 处于多大的绝望中 相信我们今天 还是能行的 您再怎么年长 也没有关系 不论男女与老少 任何人都是能行的 这正是全能者上帝 和我们立下的应许 格林多后书五上十七节 那么其他的宗教 都在主张什么呢 其他的宗教 都在推崇什么呢 我们大家认为什么样的宗教 才是优秀的 无论是哲学或者是思想 上帝告诉我们 首先你要为他人的祝福 做祷告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徒摩太前书》二章一节 如果我们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第一劝我们的 让我们为他人的祝福 做祷告 我们没有这么做 我们就得不到祝福 在这世上去算卦 挑大神 都是花自己的钱 为了自己 并不是为了别人的祝福 而上帝 让我们先求他人的祝福 上帝说了 如果你想平安的生活 你儿女想平安的生活 你们国家想平安的生活 那么什么叫平安的生活呢 不要有任何问题 财富也是很丰富的 没有疾病 只有风 每年都是丰收的季节 这才是平安 那么你为了平安的生活 你就要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其他的宗教可没这么讲 好多人在这世上 学了 学了一辈子 得了博士学位 然后有些人就反问 我非要为他人的祝福活吗 上帝说了 我们自己想的 我们自己所说的话 最终都会留给自己呀 都会留给自己的儿孙的 其他的宗教可能会想 我吃自己的饭 我凭什么让别人得祝福呢 全能的上帝很确信地说 你为他人的祝福祷告吧 这时候 你能得到平安 我们 我们讲出来的话 我们吃自己讲出来的话的果子 我 我双手劳动的 都是给自己儿女们的 给自己留下来的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 我们不是来到这里 相互比较哪个宗教好 我们要正确地分辨 全能者上帝 我们来这里是正确地分辨 这是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的 而我们并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 首先上帝劝我们的 我们却没有做到 当然就得不到祝福了 题目的前书二章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我劝你 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 可蒙悦纳 阿们 这才是做善事 其余的都属于恶 我在这里读一下第一节和第二节 我劝你 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我们当今说是有信仰生活 我们却没有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如果我们为他人的祝福祷告了 就不应该纷争 不应该有结党结盼 欧洲 自耶稣来到这世上 有两千年的信仰生活了 信仰生活看似很虔诚 都是复礼堂皇的教会建筑物 但是为什么最终都落魄了 都消失了 因为并没有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整天纷争 结党结派了 唯独在基督里是让我们能合一的 上帝第一劝我们做什么呢 我劝你第一要做什么 为所有人 为所有的人祷告 为所有人的祝福祷告 那么首先我们要有资格 为别人恳求 怎么恳求呢 恳求祷告 代求祝谢 这四样我们却不领悟 不知道这四样是怎么样来做的 第二节 我们要为什么样的人呢 为君王 为我们国家的总统 为我们国家的王要做祷告 我们国家的执政人员 三福要人都要为他们做祷告 那么哪个教会真实地做到这句话语了呢 恳求祷告 代谢 祝谢 而这四样我们没有真实地做到 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成了谎言了 上帝不听这样的谎言的祷告 我们大韩民国今天还算很有光 是因为有光才能有亮处 这四阶段悔改就是光 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如果我们国家所有的教派真实地做到这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不会再结党结派了 不会分党结派呀 属于教派的时候是不可能这样祷告的 我们大家的心愿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呢 我们隶属一个教派的时候 祷告也得不到允许啊 这是上帝这样告诉我们的 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 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我们要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哪怕我们虔诚了 我们端正了 我们也要平安无事的度日 一个国家不平安 我们的儿女或者 我们一个国家不平安 这时候肯定没有为他人家祝福祷告啊 那么我们 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呢 上帝赐予我们 这个国家 上帝赐予我们国家 这上帝的奥秘大概有二十年了 自有了这上帝的奥秘之后呢 我们对照一下上帝的话语吧 我们都想把好的留给我们的后孙 那怎么样才是 怎么样才是把好的留给儿女呢 要是儿女们平安的度日 平安的生活 那么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资格来 恳求祷告 代求祝谢 其他的宗教可没有说 你首先为他人做祝福祷告 任何宗教 任何学问都没有这种 唯独上帝的话也是这样第一劝我们的 为什么好些人不喜欢这圣经呢 上帝是让我们来为你的国王祷告 我们让国王也生活平安 为君王祷告 好多独裁者 有着权利 有很多财富 有了财富就求名誉了 在两个人中就想自己做主 这时候往往就有思想斗争 哲学的斗争 这都是属于恶的 而上帝是怎么教导我们呢 上帝告诉我们 要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 而当今我们都没拥有这个资格 光想利用上帝的名 来最终显现自己的名声 就成了假的教徒了 在这世上有各样的主义 民主主义或者共产主义 在我看来这些主义 都是让我们注意的意思 上帝的话语 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遵循的话 我们反而借用上帝的话语 搞一些革命啊 思想斗争啊 就跑偏了 好些人搞民主主义啊 或者搞其他主义的人 就很不理解 为什么信奉耶稣的人 都能舍弃自己的性命呢 我们在路上 如果看见一抛屎了 我们就会绕着走 是因为我们嫌弃这抛屎 是小心翼翼 而当今信奉耶稣 并没有真实的信奉 没有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所以好多人都排斥 信奉耶稣的人 我们并没有真实的 进入到基督里来 做幸福的人 我不信的时候 我看着什么都是不信的 提多书一章十五节 我存什么样的信 我就随便判断什么样 我内心是红色的 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红色的 带着偏见来判断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要有这个光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要有这个善 我们大家都希望幸福的生活吧 我们大家都希望平安的生活 我身体不疼了 我才是平安的 我的儿女成了孝子 我才是平安的 我们国家的经济好起来 这才是平安的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要好起来 这才是平安的生活 上帝是希望我们平安的生活 我们大家都呼喊阿门 首先上帝第一劝我们 哪怕我们大韩民国 现在也不晚 现在也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这时候我们国家不再有教派了 我们在基督里都合一 是兄弟姐妹了 听说战警 战警特别的严格 但是呢 如果他的亲生母亲 或者亲生父亲 就是违规了交通 就是犯了交通法的话 他也能 他也能体谅一下 举个例子的话 我们国民如果在基督里 都成了兄弟姐妹 我的父母的话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法律 我们在家里 不可能立一个法规 然后相互罚款吧 为什么有法呢 我们人类如同猪狗一样 都不过为人的日子 都不过为人的生活 所以才需要法律 上帝告诉我们 人需要遵循的最高的法 是什么呢 雅各说二章八节 爱人如己 爱身边的人 当自己的身体一样 这是最高法 你爱人如己 爱临舍如己身 自己残害自己身体的人 我们都可能觉得他很奇怪 是正常的 自虐的人 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正是爱 约翰一书四章八节 上帝的话语就是爱 上帝的爱是 上帝是爱 我们人都追求爱 上帝也是通过上帝 上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是用爱来创造了我们 在这世上 我们如何来表达 最高的爱呢 无论是摄影家 还是画家 还是音乐家 表达最高的爱的时候 往往有母亲 但是70多岁的母亲 抱着50岁的儿子 不是这么表现的 没有这样的雕刻 一般都是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这婴儿是吃母亲的奶 以赛亚说49章15集 母亲最爱戴自己孩子的时候 就是孩子吃奶的时候 所以好多画家 这样来表现最高的爱 尽管这样上帝说 这人类这些爱 仅是属于动物的水准啊 我们好多作家 或者是雕刻家 画家 摄影家 都这样来表达 但是母亲 如果遇到迫不得已的事情的时候 也会舍弃 也会丢弃自己的儿 孩子们 离开 以赛亚说49章15节 上帝说了 你母亲 或许迫不得已都能丢掉你 但是我全能者 我全能者上帝 绝对不会丢弃你 这才是最高的爱 我们今天心愿 一定是能实现的 我们如果真实地领悟 圣经话语的话呢 世上再好的作品 也无法跟圣经来比较 所以世上的学问 仅是初等学问 是弱小的 是幼稚的 加勒太书四章九节 上帝告诉我们 要为他人的祝福祷告告 首先为谁祷告呢 上帝提到了 要为这个国家的总统 要为这个国家的君王 就是我们国家的总统 和在职的 在职的执政人员 三辅要人 你这样祷告了 这时候你的家庭肯定是平安 如果我们自家不平安 夫妻不和睦 儿女们不平安 你赶紧领悟 你根本就没有这么祷告 你没有为君王祷告 你没有为国家的总统祷告 上帝为什么这样劝我们 为的是让我们平安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真言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怎么可能我平安呢 这就是上帝的奥秘啊 其他的宗教 没有聚在一起 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其他的宗教都是为了自己好 为了自己的孩子 仅懂这一些 然后可能在为这个国家祷告 而人的宗教 人编造的宗教 人仅是说谎的 说谎的人编造的宗教 那有些人说了 这个人怎么能是说谎的呢 上帝告诉我们 人都是说谎的 罗马书三章四节 这谎言就是从 就我们心里就都带着谎言 只要我们真实地 为他人的祝福祷告了 我真实地做到这个祷告 我和我的儿女就得到祝福啊 这正是全能者 和我们立下的允许啊 唯独全能者上帝 才能这样确信地告诉我们 所以在学校 也没有告诉我们 要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无论是硕士 或者是博学家 博士们也不敢 不敢讲这样的大话 而我们全能者上帝说了 你所讲出来的话 你的行为 真言十二章十四节 可以我们到时候读一下 我们先读一下 真言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一二人口中所接的果子 必充满肚腹 他嘴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接的果子 阿们 好多人都说 有没有得到祝福呢 甚至有些人抱怨自己的祖上 甚至有些人抱怨政治 只叫这个政治不好 文教政治也不好 我首先领悟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吧 我是属于消极的呀 还是积极的呀 我是主观呀 还是客观呢 你讲话再漂亮 这都是属于恶 都是属于黑暗 我们头脑里的 带着头脑的理论的知识 都是动物的水准而已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三章四节 人都是说谎的 唯独上帝是善 是上帝这样告诉我们的 因为我们心里有不断的恶念发出来 我们心里有不断的谎话 总是在发生 一个谎言 说谎的人相互指责 对方是说谎的 所以当今都是说谎 泛滥的时代 都在说谎 都是谎言 而我们人却不领悟这一点 所以这挺可怜的 上帝告诉我们 这都是属于恶的 属于黑暗的 有恶的地方就有灾难咒诅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我们国家宣传 说要减少交通事故 我以为我们要开始 这次就叫悔改了呢 我们国家好多总统都宣布 是犯罪和战争 结果也没有什么消息啊 我本身就带着恶的时候 我能跟谁打仗呢 我们韩国人有一句俗话说 我身上抹着黑 我还去取笑一个身上抹着黑的人吗 我们内心里都带着这样的黑暗 这个该怎么洗掉呢 上帝说了 你就是屈啊 我们就是屈一样的人 约伯纪二十五章六节 我们领悟吧 我们就是屈啊 罗马书三章四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断乎不能 不如说上帝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谎的 如经上所记 你则被人的时候显为公义 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阿们 人都是什么呢 全能的上帝告诉我们 人都是说谎的 那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就是说谎的 对吗 不是的 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 上帝是照着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我们一开始是善的 而人却有了诡计 才成了这种说谎的 上帝说了 如果我们想信奉耶稣 如果我们想有这个信仰生活 那么我们就要为他人的祝福 做祷告 是为所有人做祷告 包括了你的仇敌 我们要为仇敌的祝福祷告 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好多人不明白的时候 可能误会大家 辱骂大家 诽谤大家 如果真实的看到大家 为他人的祝福祷告的时候 那哪怕他是魔鬼 他也最终跪拜在你面前了 我们做进食祷告 做通宵祷告 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 那大家的仇敌 可能最后也败在大家面前了 而且最后还会感谢大家 我们祷告就要这样祷告 直到我的仇敌 能感谢为止 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 我讲出来的话 都是留给自己和自己儿女的 这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我们为他人的祝福祷告了 这时候不仅得到祝福 我的生活还是平安的 我再怎么虔诚 我的信仰生活再怎么好 我却没有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这时候我生活不平安 这就是当今假教派的模样 这是上帝今天这样告诉我们的 那么大家和我要该怎样生活呢 我们要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哪怕我讨厌自己的妻子 或者讨厌自己的丈夫 我也要为他们做祝福祷告 我的丈母娘 我的女婿 我看着很不顺眼 但是你也要为他们祷告 而是真实地做悔改祷告 你心怀二意 上帝都知道的 正言二十八章九节 所以我们要做悔改祷告 不做悔改祷告的时候的祷告 上帝也不听了 当今好多人聚在一起 所谓的米斯巴祷告 或者是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而上帝说了 真言二十八章九节 你并没有做悔改祷告 你光祈求上帝不会听的 欧洲的教会 欧洲的教会都走向落魄了 那么我们国家呢 也跟随着这个路子了 我们正确的生活吧 我们要依靠上帝的奥秘 通过上帝的奥秘 来遇见上帝 我们大家的祷告 为什么得不到应许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在真言二十八章九节 一二 转耳不听律法的 祂的祈祷也为可证 阿们 不听律法的祷告是可证的 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 那什么是律法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通过律法使我们认罪 通过六十六卷 上帝的话语使我们认罪 使我们领悟自己的罪 那我们光认罪 我们光领悟了吗 既然领悟了 既然认罪了 我们就要求上帝饶恕 我们求上帝饶恕 曾经我们厌烦了上帝 尼西米之一九章三到四节 第一个四分之一是认罪 第二个四分之一是求上帝饶恕 不听律法的祷告 都是假的祷告 是为可证的 上帝也不听 我们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但是我们祷告了 为什么得不到允许呢 正是因为我们的祷告 并没有做悔改祷告 我们的祷告并没有做四阶段悔改 这四阶段悔改 首先是要认罪的 第一是要认罪的 和西亚书四章六节 我们大家来到教会 说是牧师也是长老了 为什么儿女不顺利 儿女不听话 整天跑偏呢 这样的家庭挺多的 正是因为 没有认罪 没有做四阶段悔改 按照你的罪的代价 这个灾难就流到你的儿女身上了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夫妻之间犯罪的那一瞬间 儿女就表现出来了 而且夫妻之间立刻就成了仇敌 然后就要闹着离婚 夫妻关系不和睦了 夫妻犯罪了 夫妻关系就不和睦 父母的罪都留给儿女身上了 民书记二十一章十八节 儿女身上背着父母的悖逆的罪 所以儿女就不听父母的话 儿女也不听爷爷奶奶的话 我们犯了罪之后呢 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罪 四阶段悔改 第一是认罪 然后求上帝饶恕 以赛亚是四十三日二十四节 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让上帝难过了 这上帝可是赐福于我们 是让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的 这位上帝 而我们却厌反了这位上帝 所以我们首先要求上帝饶恕 而且我们通过做四阶段悔改 求上帝饶恕我们 而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我自己撕碎了自己的心灵啊 用金刚钻来撕破了自己的心灵 使自己身体落一身病 耶利美术十七章一节 导致我内心 坑坑洼洼呀 我犯罪的时候 我自己挖苦内心 我自己撕碎了内心 所以我的心里都坑坑洼洼 都不平安 所以看不清世界 看不清楚 好多所谓的学者们 心理学者们 咨询家 哲学家 思想家 内心都是坑坑洼洼 而我们找这些人去咨询 那这也挺可笑的 上帝说了 人都是灭亡的处类呀 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你不领悟的时候 就成了灭亡的处类 如果我们领悟了 我们通过基督的写 洗净内心的罪 哪怕我的内心破裂了 坑坑洼洼了 这都是因为我的罪 祖上的罪和我的罪 使我的内心 变得这样的坑坑洼洼 但是呢 通过基督的写 洗醉了 洗净了 这时候上帝 使我们做新人 使我们有新的开始 这才是信仰生活呀 完整地做了 一段悔改 使我的内心 也得到了医治 这时候自然就有 感恩感谢的心 感谢感恩的时候 向主感恩感谢的时候 就能得到 耶和华的允许 耶稣来到这世上 给我们看的 给我们显现的神迹 就是这个神迹 首先上帝 劝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釜山第一教会 日夜为他人的祝福 做祷告 所以不可能有争吵 夫妻之间 不可能不和睦 整天为自己的邻居 做祷告 为他人的健康 做祷告 我为他人的健康 祷告了 结果我和我的儿孙 健康了 这就是上帝 全能者和我们 立下的应许 只有上帝 才能做到 而首先上帝 劝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做呀 所以其他的教派 肯定是不行的呀 我们为他人的祝福 祷告 而这个祷告 一定要听律法 听律法 是要认罪的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认识到自己 让上帝厌烦了 让上帝难过了 我们认识到我的罪 让我的内心有了创伤 坑坑洼洼洼了 所以我要洗罪 认罪 然后才有资格 做恳求祷告 我们找一下诗篇 三十篇八节 所以当今为什么 好多牧师都是假的 神学者都是假的 好多长老全是信主的人 怎么都成了假的呢 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这时候我和我的儿孙 得到祝福 不仅这些 我的国家 我的人生 我们的社会 都会平安的 我们虔诚的时候 上帝会拣选我们 十篇四篇三节 上帝亲自拣选我们 哪怕上帝亲自拣选我们了 我们成了虔诚的人 我们也要 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 要不然我们也不平安 我们今天每个人 都带着心愿来到了主面前 有些信徒希望 自己的儿女 能考上好的大学 或者说疾病得到医治 或者说求上帝赐予我们能力 给别人做善事 能给别人做善事 而首先你要做到 上帝第一劝你的这个事情 就是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 如果大家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就很神奇 有很神奇的事情发生 我的仇敌能听到这个消息 哎呀 我跪在那里祷告 一把泪水 一把鼻涕的在那里祷告 又是醒了鼻涕 又是擦干了眼泪 就是我跪着的这个地方 都是手指的印记 为我们的金社长啊 金执事啊 金老师啊 曹老师祷告 朴老师 为他们祷告 这花钱是做不来的 唯独真实的爱才能这么祷告啊 而我们首先要有恳求的资格 才能这样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首先这是上帝劝我们的 这是上帝第一劝我们的 这时候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儿孙 我们的国家才能平安 那美国有这样做到吗 美国还没还没做呢 因为在美国还没有做四季团悔改啊 我们做了四季团悔改的时候 是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使我们做有福的人 曾经没有福分的人 变成有福分的人 曾经没有爱的人 改变成有爱的人 上帝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是能得救的 我们呼喊阿门 所以无论我们回到自己的部队里啊 或者是工作场所 或者是事业场所 无论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四季团悔改 但是这四季团悔改 并不是让你来表现出来 这样反而给别人带来了麻烦 你在那里做生意做买卖 你在那里卖东西 但是你客人来了 你整天在那里 又表现自己在祷告式的 上帝没让我们这样祷告啊 不停地祷告 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怎样才是不停地祷告呢 有时间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祷告 比如说我们在战场 都背着枪 我眼前就是敌人 我把枪放在地上 我在那里 好像很虔诚一样 在那里祷告 不是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啊 这养乐多好像 最近挺便宜的 就一两块钱而已 还有泡泡糖 泡泡糖好像三三块钱 也涨价了 能用一块钱买的东西 就这些 那 我把一个养乐多 或者是 把一个泡泡糖 给到对方 老师啊 您吃了 请您喝这个养乐多 您就能健康了 这就是在人生中表现出来 我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我们国家就要这样 我们不要相互咬对方 我们要相互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加拿大师五章十九节 如果我们相互咬的时候 一起灭亡的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 我们要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这时候我和我的儿孙 这个国家才是平安的生活 这才是实现和平呢 但是首先我们要有恳求的资格 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恳求的资格呢 诗篇三十篇八节 我们读一下 耶和华 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 说阿妹 我们向主恳求 然后向耶和华恳求 马太福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 耶稣告诉我们 这行恶淫乱的时代呀 你淫乱 你很恶 然后你就有很多的疑问 而耶稣为我们显的神迹 唯独是约拿的神迹 约拿说二章九节 向主感谢吧 四分之一 第一个四分之一通过律法 我来认罪了 尼西米记九章一到五节呀 第一个四分之一 我们认罪了 第二个四分之一 我们通过认识到自己的罪 求上帝饶恕我们 第三个四分之一 洗净我内心的罪 因为我的罪和我祖上的罪 使我的内心变肮脏了 使我的内心坑坑洼洼 看不清世界 我内心是乌黑的 我看什么都是乌黑的 通过基督的血 来洗净我心里的这一切 使我的心里得到医治 然后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我们就要感谢主 我们向谁来感谢呢 是去银行汇款吗 不是啊 来到主面前做感谢 我们这四阶段悔改 先完整地把前三个阶段 做好了悔改 和西亚书六章二节 我们第二个阶段的悔改 做好了 我们就能活过来 然后再做第三个阶段的悔改的话 我们就能站起来了 来到教会是主帮助我们的 西伯来是十三章六节 所以我们要向主感谢 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显的神迹 唯独是约纳的神迹 耶稣向我们显的神迹 并没有说是 一个摊子站起来 这样的神迹 是约纳的神迹 就是向主献感谢的时候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认罪了 求上帝饶恕 给洗净我的内心了 我的内心洗净了 上帝医治我的心里 这时候 我的疾病得到了医治 我得到了财富上的祝福 我的儿女孝顺了 我们拥有幸福了 这时候是主在帮助我们 诗篇三十八篇九节 我们所有的心愿都在主面前 所以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是向主献感谢 这正是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显的神迹 约纳的神迹 大家都阿门吗 我们向主感谢 我们为了得到主的帮助 我们要把前三个 三个阶段的悔改 都做完整了 才能做最后一个阶段 四分之一 向主感谢 那么 诗篇三 诗篇八节 我们一定要呼喊 求告 我们一定要喊出来 做悔改祷告 然后向主感谢 我们唯独完整的 做了四阶段悔改 我们才有 恳求的资格 我们再来读一遍 诗篇三十篇八节 一二 耶和华 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 说阿们 向耶和华恳求啊 我们来读一下 撒摩尔记上 二章六节到七节 上帝使我们生 上帝也使我们死 上帝赐予我们财富 也没收这个财富 使我们好 也使我们变坏 这一切都是耶和华做的 我们完整地 做了四阶段悔改 才有资格恳求 上帝并不宽容 大多数人 上帝不是搞民主主义的 并不是说 大多数人好了 就是好的 唯独真理 才是正确的 哪怕人都不认 哪怕大多数人都否认 但是唯独真理是正确的 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没有人站在耶稣这边 但是耶稣是真理 好多哲学思想 都是走向大多数人的道路 但是呢 内心带着淫乱 内心带着污秽 马太分十五章十九节 心里发出的罪 第一是恶念 然后有淫乱 这时候总有疑问 总有疑惑 然后求耶稣给我们写神迹 而上帝说了 我能给你看的神迹 唯独是这四阶段悔改的神迹 而至今没有人领悟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而今天我们领受了 我们领受了这个四阶段悔改 这是上帝的奥秘 我们国家正领受了 这上帝的奥秘 我们呼唤阿门 我们心愿一定是能实现的 这是非常可贵的 三摩基上二章六到七节一二 耶和华使人死 也使人活 使人下一间 也使人往上升 他使人贫穷 也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阿门 这是谁做呢 是上帝做还是耶和华 是主还是耶和华呢 我们向耶和华恳求 约娜在鱼肚子里的时候 向耶和华恳求了 耶和华吩咐鱼 让约娜活过来了 约娜说二章十节 约娜说二章九节 向主感谢的时候 约娜说二章十节 约娜就活了 而我们呢 总没有恳求的资格 并不是说你信奉耶稣 并不是说 你自己是牧师长老 你就能有资格恳求 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现在有恳求的资格了 这资格就能保持了吗 不是的 稍后 你没做悔改祷告的话 这恳求的资格也没了 所以我们要始终做四季段悔改 常常做四季段悔改 我昨天做了四季段悔改 然后我向主宣感谢了 我昨天有资格 那今天我还能这样吗 你今天还要做新人 重新做四季段悔改 在这时间你再做四季段悔改 拥有着恳求的资格 诗篇三诗篇 我们再来读一下 诗篇三诗篇十二节 上帝让我们常常感恩感谢 永远感恩感谢 这才是有恳求的资格的人 诗篇三诗篇八节 我们大家要呼求 呼喊地祷告 这时候才能向主献感谢 向主感谢了 我们才有资格恳求耶和华 向耶和华恳求的时候 耶和华立即给我们应答 让我们死或者让我们活 别人没有这样的权柄 唯独耶和华有权柄 我们的生死都在耶和华手上 我们有恳求的资格了 这时候肯定能遵守诫命 爱人如己 就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 而大家始终不行的人 赶紧领悟吧 是不是没有为他人的祝福祷告呢 我的孩子有问题了 我的儿女生病了 我的丈夫生病了 或者我自己生病了 我们就求主 主啊 医治我吧 医治我的家人吧 而为他人 为别人从不这么祷告 所以怎么可能平安呢 怎么可能得福呢 所以我们不要再愚昧了 首先 我们领悟吧 我遇到问题了 我生病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们要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我们要为总统祷告 我们要为执政人员 三府要人做祷告 我们正确地领悟吧 我们的福音 要这样真实地传遍世界 这时候不可能有 结党结派的事情 不可能有纷争争吵的事情啊 哪怕我们大海民国 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的腐败 尽管这样 我们还是能有救的 我们为他人的祝福祷告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实现心愿 唯独依靠上帝的奥秘 我们呼喊阿门 这是上帝第一劝我们的 而为什么好多人 说是信奉耶稣 却不遵循 这上帝第一劝我们的 为他人的祝福 做祷告的事情呢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才能有资格恳求 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 相信我们今天开始 一定是能行的 大家和我一定都是能行的 我们的儿女一定会好的 我们国家一定会平安的 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 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 我们呼喊阿门 哪个宗教这样教过 哪个宗教是这样教我们的呢 没有吧 在这世上 我们所有人都追求和平 平安 我的生活再虔诚 我也要为他人的祝福 做祷告 这时候才能平安 相信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一定会好的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和身边的人 相互问候一下 是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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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能行的 一定是能行的 在座的各位 这位置比较很紧 我们把手握在一起 双手像祷告的姿势一样 然后我们相互问候 一定是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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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啊 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达了 我的演技不是很好啊 很不好意思 相信尽管这样 我们还是能行的 我们家里有讨厌的人 或者康布誓言的人 一定为他做祝福祷告 一定要这样做祝福祷告 实在是太好了 时间过得还很快 大家和我拥有了恳求的资格 只要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具有恳求的资格 我们向主献感谢 完整地做四季段悔改 这时候具有恳求的资格了 这时候实现心愿呀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求主使我们为他人的祝福 做祷告 使我们所有人都好起来 使我们为自己教会的 可贵的牧师和信徒们 做祝福祷告 我们为自己的邻居 祷告的时候 相信我们的命运 会得到改变 求主使我们不要丢弃这祝福 使我们一定恒久忍耐 获得这一切的祝福 我们确信 主一定使我们的子孙千万代 更好 使我们拥有晚年的祝福 使我们的国家拥有平安和平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